上一集的娛樂在亞洲 接下來Super Junior M 要帶給大家什麼驚喜呢 妳的料理好吃 妳的料理好吃 謝謝 妳在模仿一次 Hen要醬油 等一下 妳在幹什麼 妳的理由 今天的娛樂在亞洲 我們要做的呢 就是一個廚藝比賽 不好意思 這只有我一個人的鏡頭 是是是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有最可愛最帥氣的Super Junior M 跟我們一起煮飯 現在正式開始 請問你們這組要做的是 馬上要過節了嘛 所以大家要在春節的時候一定要吃餃子 對 那我給大家呢 再說也是 一定要抱一個很好吃的餃子 那你是真的會做嗎 我很 對 我會 你會做 而且你剛剛講我很會做 對 我很會 真的很會做 對 因為媽媽其實也會做菜 所以她有傳送幾個這個秘訣給妳 對 因為媽媽已經做菜非常好吃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們在介紹菜色 你們這邊先稍等一下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溝通一下 沒關係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她已經出衣服了 海邊剛剛正演一出這個 生日驚喜劇 把我們大家嚇了一下跳 但是我們都知道韓根的演技非常好 動畫也是會生氣 非常好 非常好 我覺得 你真的以為她生氣了是不是 非常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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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好的 所以我們要包餃子 然後你準備的材料有 豬肉餡 還有玉米粒 還有就是 蔥 蔥 對 蔥 然後香菇 對 還有蒜 蒜 那就是要吃的話呢 這是吃的時候的佐料 對 佐料 還有 彎著 好 那你們現在先大致上開工 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隊的菜色有什麼 好不好 好的 所以你們 是用外表來取勝是不是 真的要取勝 好 那你們這一組可見要帶來的是 非常有名的 韓國炒天堡 氣勢弱調了 老師自己弄完以後好心虛 那我們一隊 現在我們這隊一個挺好幾個 欸 因為李希算是 不光是Super Junior M 在Super Junior那裡是 有名的大廚 他每天做菜 很多好吃的菜 聽說你做飯很好吃 李希 如果你 我覺得 如果你喜歡 愛 覺得你喜歡 他的菜 吃了他的菜就會愛上他 對 對 對 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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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會不會想 我們那邊採撈 好 所以你今天要為我們準備的是什麼樣的菜色呢 就是一個就是在韓國非常有名的叫炒年糕 我最愛吃這一道 對 因為其實在韓國就是大街小巷 最常見的一道菜就是炒年糕 好的 我們的菜餃也只有很多 對 對 就是牛肉 然後還有金針菇 對 蔥蔥嗎 最主要就是年糕 那我問立旭 炒年糕最重要的 炒得很好吃的秘訣是什麼 辣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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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辣椒是沒有的 這是你自己帶來的嗎 還有 麵糕 麵糕 要好吃是嗎 好吃 好吃 沒有了 沒有了 最重要的就是 辣椒跟年糕要好吃 用心 用心就會做得好 立續太改 用心 結束了 好 那你們這邊開始準備一下 好不好 我們隨時要來煎炒 謝謝 今天這兩組 現在進行的如火如荼 但是這邊切菜的人好像 快要出事了 這個香菇是要加在肉裡嗎 對 稍微加一點要接兩位 對 因為這個煮的話 稍微乾一些 香菇呢 煮完之後 它出水 會出汁 它會出汁 如果吃進去呢 會好一點 口感會好一點 比較像那個餃子 一咬的糖汁出來的感覺 對 但不能加多 對 但是它切這樣是不是太大塊了 不會太大了 所以我跟他說要再切小一點 再切小一點怎麼講 那大蒜這些呢 這個蒜你可以切成末 調味 不用放在裡面 煮熟之後呢 沾的 自己可以加一些醬油蒜末 加一些辣椒 對… 放一點 稍微放一點 香油還有醋還有一些 對 就看自己的口味來調 是 等一下 隔壁怎麼這麼大聲 我們看一下他們在幹嘛 不要在乎 再撲 不要在乎什麼 貴賢牠說了 不要在乎貴賢牠說了 不要在乎貴賢牠說了 你們那邊現在進行的是什麼 使緣 你可以告訴我們一下嗎 對 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使緣 你這個… 那請問貴賢牠在這裡幹嘛 對 謝謝你過來這裡 你把你剛剛姿勢再擺一次 好還有不好 好 那現在這樣切得OK嗎 可以 會 立序 你要試味道是不是 怎麼樣 不夠 不夠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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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般在宿舍啊 對… 立序都會 他都會做 炒年糕啊 什麼醬湯啊 都是立序在做的 對 基本上他就是我們的 就是半個… 怎麼講 廚師 廚師大廚 好厲害喔 要吃什麼 對 你想吃什麼 他好乖喔 你看 又會跳舞又會做菜 你可以一邊切菜一邊唱 你是我的Supergirl Oh my Supergirl 我是你的Superman 你的眼神亮 我扎明為了你 我什麼都會不… 不好意思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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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 我扎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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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 其实我做饭 还有一部分是我爸爸教我的 比如说是东北的炖菜 也会做 炖菜很麻烦的不是吗 需要时间会长一些 但是很容易做 那你平常在家有做饭吗 就是在宿舍的时候 有做给 其实有了 立须我就懒得做 所以立须做都是韩国料理 对 韩国料理 那我做的是中国料理 中国料理 就是东北的家乡菜 对 最好的就是饺子了 对 而且饺子又方便 下下去大家可以分着吃 尤其我妈妈做的饺子是最好的 真的啊 那你现在在内地住了以后 有没有比较常跟妈妈见面 因为有的时候 经常会跑通过 就见到妈妈只是说 在晚上吃一些 就晚上吃饭的时候在一起 就是几乎在沙头上 对 才可以叫 像包饺子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可以吗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捏紧 这个包的那个弧度 形状 就是捏紧这个标 不要开了 不要开了 如果你要是煮开的话 那就不成饺子了 是 等一下 多快 你要去哪里 我无聊 你无聊 这边要包饺子 你不要一直去别人那里 来 我可以去 OK OK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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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